我们今天来看其实是因为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房子在出售 但是呢 你在出售的话 有人发现他有一个permit没有关掉 permit就相当于是 现在就是简单的来说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违章建筑 人家说他 你看这个泳池沙网吗 沙网他其实是在建每一部分 他要跟康提申请 就是我要建这个了 然后康提说可以建 那你就建 建完之后你要跟这个康提申请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建的这个 case close掉 然后他又close掉 但是呢 你最后一步要找那个叫做防检员 或者说检查这个 这一部分的那个检查员来过来 检查的话他就通过了 给你发一个permit 就是相当于一个许可 没有这个许可的话 你属于违章 他最后拉了一步 就是开发商在建的时候 拉了一步 没有最后那步 没有拿到那个permit 他也不是说不符合格格 是他忘了请这个防检员出来了 所以现在要重新做 然后开发商还蛮蛮nice的 也蛮讲理 他就是原来用的公司 再给重新做一下 大约花可能一个星期时间 要重新把这个permit 对 你要如果没有这个permit的话 房子是卖不掉的 但这个permit也是很重要 但如果是过户公司 有我们福州用过户公司 当然像比如说加州纽约 他用律师事务所 他都会做这个房子 进行一个产权调查 产权调查看你是不是 有没有违规 就像比如说违章建筑 或者有没有欠款 这些调查 但是 就是说这permit 它是不是在产权调查范围之内的 因为它不影响你的产权 所以他就没有去 这里边在产权调查没有发现 但是买家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 他自己请了第三份公司 做这个permit经验调查 今天就是 所以买房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点 就记得一点 你可以自己 因为过户公司 如果你要单独要求这样 你可以外负个一百多块钱 他可以给你做 就做这个permit的一个调查 你要不要求 他是不做的 也很头疼的问题 因为你卖房卖不掉